台湾是中国领土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日本防务部门限制高官 罔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一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日本曾对台湾殖民统治 长达半个世纪 犯下庆祝难输的罪行 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的历史罪责 犹应谨言慎行 反攻自行 他们哪来的资格和底气 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 我要强调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奉劝日方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须知玩火者必自焚